Hello大家好,这里是惠子,今天又是一年一度的Q&A时间了 上一次呢,录Q&A是6月份的时候,所以到现在其实已经过了快半年的时间 对吧,半年6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呢,我打算再录一期,因为肯定有很多新的粉丝啊 然后还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新的问题 包括上次我并没有回答完很多问题 因为时长的原因,我怕视频会太长嘛 所以这次呢,我又出了 然后这次我是在B站的动态里和微博上发了说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 所以我就从上到下的那个顺序 它自动的顺序来回答问题 看看我们的时长内,看我能回答多少问题 然后呢,有一些问题上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一步上一个视频,如果回答过的话 我就不再回答了,不再浪费这条视频的时间了 那么马上开始吧 先从B站的评论上看 第一条 美国的隐性种族歧视严重吗 比如说做作业就是不带你一起 全班都坐满了人,只有你旁边有空位置 他宁可自己搬座位,也不坐你旁边 他说之前看过另一个欧洲 澳洲UP主 说这种不明显的种族歧视很不舒服 想问问美国有没有这种事情 其实我觉得吧,这不算种族歧视人 也不一定,其实是看个人性格原因 像我这种人,我就比较有点自闭,有点内向 然后不怎么跟人交朋友 所以说人家可能跟我不熟啊 所以他可能真的是有空位置 可能他也自己搬座位 因为他可能觉得跟我不熟 每个人毕竟心理界限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他是可以跟陌生人做得很近 但是有的人他是受不了的 就是如果有一个外人人在那里 然后他边上有空位置 我可能也会很尴尬的 然后搬一个椅子坐旁边 然后他如果觉得我是种族歧视 所以我就可能会觉得太过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种族歧视的意思吧 隐性种族歧视的话 比如说讨论到一些他们都不懂的 关于亚洲的问题啊 他们就会就很多美国人很自以为是 觉得自己都懂 然后在那讲 然后其实讲的就跟我们理解的那些 就完全不太像 不过这种可能也不算种族歧视吧 就是一些让我觉得不舒服的点 然后对类似这种 他们就是可能还是文化差异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我觉得他们没有恶意 没有故意的这样种族歧视 实际上我身边我生活中遇到这种种族歧视 其实人其实还是蛮少的 我觉得大家都是挺友好的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很严重 然后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的话怎么样才能成为你的男朋友 这个问题上一个问题问过了 不过这个状态可能会变嘛 所以我再回答一次 没有男朋友 然后没有的话怎么样成为你的男朋友 梦里都有 下一个 我有点想问惠子的未来打算 准备去哪个高校 喜欢什么专业 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清晰的打算 我上一个视频说的是 我想学电影或者心理 然后呢比较喜欢摄影 还有地理这种类型的 那么其实我还是比较想学电影 可能是导演戏吧 因为其实我真正的想是做演员 类似这种的 但是呢 我觉得不太好入门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我就先从工作人员做起 先从导演啊 这种类似这种做起的话 会比较好进入那个圈子 然后比较好 到时候再改的话 会比较比较容易一些 然后准备去学校 可能就是加州那边的 我比较想去加州 UCLA啊 或者是南加大 UCLA就是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 然后他们的电影是非常好的 所以比较想去 下一个是说 想看惠子跳星宝岛 让我看一下 星宝岛是什么东东 出来第一个是猛男版星宝岛 然后有一些小姐姐版 我看看 咬人猫小姐可以跳的 再次转发这种下去 1,2,3,3,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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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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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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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就当我跳过了吧 下一个 想问惠子怎么处理情感方面的问题 最近挺困惑的 什么意思 让底下评论都说 我猜惠子是母胎solo 大胆预测 惠子是母胎单身 怎么处理感情方面的问题 感情分为很多种 有可能有亲情 有可能有友情 有可能有这种倾慕之情 都是感情方面的问题 那么怎么处理感情方面的问题 具体得看是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哪种感情的问题 我实在想不出来什么问题 就是如果是闹矛盾之类的 其实我这个人 他问的是我自己怎么处理的话 我自己我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 所以我可能 我有的时候比较被动 有的时候又比较很果断的 做出一些决定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是冷战 或者是有矛盾的话 我就会 就会等着 让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慢慢的如果下一次 可能都是很长时间 大家不说话了 然后下次再见了他 我就主动跟他打招呼 主动很开心的说话 就当了什么都没发生 可能很多时候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要不然就是我有的时候 偶尔可能也会主动说 你为什么最近不理我了 或者为什么 我们俩发生什么了吗 什么我跟你主动道歉一下好不好 可能会这样的 那么这个问题 因为我没有太理解 所以对不起 可能没有回答到位 再看一下下一个问题 惠子托福多少分 上一个视频的时候 我还没有考托福 所以上次回答是小托福的分数 是800多 890多 因为然后呢 我又考了一下托福 忘了几月 考的99分 我觉得还喜欢了 第一次考 我觉得 当然以后 就是要考大学的话 一定必须得上100多 但是我觉得99第一次还可以 我还有进步的机会 下一个 惠子有关联的男生吗 或者是有人跟惠子表过白吗 惠子的反应及回答是 肯定是 我是小学的时候 是有关联的男生的 那个时候嘛 因为看电视剧 而看小说啊 对这种 总会抱有幻想 什么白毛王子啊 什么幻想人 这种玛丽苏爱情啊 后来被现实击倒了 我就 后来好像就没有过 或者是有人跟惠子表过白吗 有啊 惠子的反应及回答是 我 这个得看人吧 这个其实是分人的 我不太知道 怎么拒绝别人 但是呢 大部分情况 我都不喜欢 不想答应 以前是脸皮比较薄 所以就比较模糊的 涵盖过去了 现在脸皮厚了 可能就直接拒绝吧 下一个 可以大概说一下 我们国内不太熟悉 却还不错的美国大学吗 或者美国人心中的 美国大学排名 因为学校有可以校长免 推免的美国大学 自己也有这方面打算 那不清楚学校到底算不算好 出国的性价比怎么样 我并不太清楚 那些美国人心中的大学排名 因为 其实很多身边的美国人 他们并不是像我们 什么哈伯耶稣啊 那些特别好的 常心疼啊 之类的 他们很多人就追求 在家旁边的那种 社区大学就可以了 或者是 就算是比较好的大学 就没有那么高的追求 我感觉他们大部分人 而且他们看学校 大部分人都觉得 离家比较近比较好 像我们在国内 可能很多时候 也想考自己家 那个省份嘛 所以说 我不是特别清楚这个问题 下一个吧 刚过去有没有很不适应 然后是怎么融入的 听说很难和本地人相处 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第一开始来的时候 不适应肯定是有的 那么怎么融入呢 就是要靠 其实这种融入吧 也挺痛苦的 你要是进入一个 自己不熟悉的文化 然后要每天跟人家 和颜欢笑啊 要尝试跟人家 就是一直你要保持 自己很友好的形象 跟人家友好的交朋友 你要让人家觉得 你是愿意跟人家交朋友 并且你是一个性格 很好很外向开朗的人 就算你的语言 可能说的不好 有的时候 然后呢 或者是不太流利 其实都没有关系 像我 可能我有的时候会说 但是我都不会 真的去跟人家说 因为我的性格 我会跟人家说话 让我觉得很有压力 但是我身边就有一些例子 他们可能言语说的不好 就是没有那么好吧 美国人会问他 让他重复好几遍 但是呢 他会主动 经常跟人家说话 然后每次都会跟人家 笑着打招呼啊 那种跟人家玩啊 这种情况下 也是可以跟人家交朋友融入的 所以其实是看个人性格 下面我就进入到微博啦 微博第一个问题 理想型 这个直接看之前的那个视频 我就不浪费这个视频啦 惠子有没有 BF 有没有男朋友 惠子的身高体重 怎么保持体重 惠子的身高体重之前说过 但是这次又变了 来美国又胖了 身高是没有变的 身高1米63 还是1米65几 我觉得就是1米6到1米65之间 然后呢 体重是 来之前我是好不容易减肥 减到九十几斤了 就是98斤左右 当时不是在美国胖了120多斤吗 减到98斤左右 然后呢 后来又正常吃饭 然后又 我因为我正常吃是一个食量很大的女孩子 大家看我视频应该能看出来 我现在又到110 110斤左右 多斤吧 然后我现在又开始减肥了 但这次我要健康一点减 上次可能减了有点太多了 下面 惠子有没有男朋友以后准备去哪里上大学 准备留在美国还是毕业以后就回国 上大学是必在美国上高中是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回国的 就是没有没有办法 我不可能回去再读那个要高考的那些教材啊什么的 我没有那个能力我觉得 所以我肯定还是在美国上大学 要不然就是去别的国家 如果有交换项目什么的 下一个有没有什么好物分享 或者一些惠子喜欢的牌子之类的 好物分享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然后呢 像我平常的话其实没有特别特别 特别喜欢的牌子之类的 像护肤品我可能比较喜欢用资生糖的 因为平常用它的比较多 像防晒霜啊 什么乳液水 都是都是用资生糖的比较多 其他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只要是在我经济范围内最好的 就比较好 很多喜欢的只不过是没钱买 下一个 惠子如何搭配衣服 可以看我之前的穿搭视频 如何搭配的话我一般还是看心情 然后就试几套看一看 自己觉得好看的话就行 就是看还是看感觉吧 下一个留学一年要多少钱呀 看你生活好滋润 我生活好滋润 嗯 在视频里当然会给大家展现的是 生活中最好的一面啊 我不可能把自己 不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嘛 这个是肯定的 那么一年要多少钱的话 如果是学费和住家费 住家就是寄宿家庭的话 寄宿家庭会包括平常上学的早午晚饭 但是每个机构是不一样的 有的会包括三餐 然后周末的三餐是包括的这些 一年要多少钱的话 算上学费至少要 隔30万人民币左右吧 然后换成日常花销啊 什么购物啊 买衣服啊什么的 怎么着一年差不多50万左右 差不多是这样的 去年我的学校那个女校 大家知道 那个学校是一个私立的比较 有点像小贵子学校那种学校 它的学费就很贵 所以说一年花销会更多一些 但是我今年就学校 学费可能一年还不到 一万每道 一万每道左右 所以就会好一些 下一个问题 在国外一个月消费多少呀 如果不算上学费 和在学校的吃饭 我平常会记账 然后呢 我一般呢 我那些朋友 得看你自己的消费水平 其实像你买衣服比较多 像我们有些朋友 可能一个月至少要买三四次衣服 那他们一个月可能 一千刀左右是他们的底线 就是最低要一千 也要一千刀左右 像我的话 平常我一般 也就三四百刀吧 可能也就 人民币的话 四五千左右 差不多那个 那个那个样子 因为我平常还是比较省 但是平常你可能像打车 打一次就十刀 比较近的地方 骑步可能都十刀 然后像远一点的地方 二十刀啊 什么的会更贵 所以说呢 这个还是看个人自己消费水平 和平常出去干嘛 还有就是你在哪个周 也是比较重要 像我这个周 可能消费啊 税会高一些 但有一些 有一些周呢 他们税很低 或者根本没有税 然后消费水平也比较低 平常出去玩的几率比较少 因为平常商场啊 什么的很少嘛 所以你可能一个月 像我之前去年的话 一个月可能一百刀 就消费都花不到 除了这些 下一个减肥的饮食和运动 学校食堂该怎么吃 看我之前的减肥视频 学校食堂该怎么吃 学校食堂你还是按照营养搭配吧 有蛋白质 有碳水 还有就是膳食纤维 就是蔬菜啊 就是保证的三样都有 蔬菜至少要多吃一点 蔬菜一般是肉的两倍左右 零花钱多少 我没有零花钱 我从小都没有零花钱 从小都是 如果要买什么东西 就跟我妈说 然后她就会给我钱 从来都不会说 一个月给我多少钱 然后让我自己安排 怎么去花的 嗯 这一点也是 我就 所以就很奇怪 嗯 小时候还挺羡慕 别人有零花钱的 然后呢 不上学的时候 都在干嘛 不上学的时候 要不就写作业学习 准备考试 SAP啊 托福啊 要不就出去玩呗 还能干嘛呢 然后要不就看看视频啊 什么的 嗯 最后一个问题啦 是怎么找到自己的穿搭风格的 可以给我们小白一点意见吗 其实我也没有 还没有完全找到自己穿搭风格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 看你哪种比较喜欢 你平常就多看一些 像 像一些网站啊 什么某红书啊 微博上啊 像B站上 也很多穿搭博主啊 你就都去看他们的视频 你只要是你喜欢的风格 你就经常看他的 你就慢慢就 心里有个感觉 你看到那衣服 你就觉得 哦 这个是我想要的那个风格 然后就买它 然后以后你买的衣柜里 都是这个风格的衣服 都是你喜欢的那个风格 你随便一穿搭 都是那个风格的 然后就很好 嗯 好了 今天的Q&A就这么多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期视频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问问题 就特别特别想问的话 也可以私聊问我 一般我都会回答的 然后呢 如果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我也可以以后再出一期 谢谢完美 那就这样啦 拜拜 我是惠子子酱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